缅甸战况第三次级 11月3日飞蛾第一次播报 最近战事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加快分享给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11月1日 若开公路的旁边在丹当地区 军方30多人的军营 军人外出遭AA军的地雷 13人死亡 我们分享的第二个 11月1日上午 克伦邦的高加利地区 KNU与军方遭遇战 双方相距仅十几米 军方死24人 KNU一人亡 受伤的缅甸军人去送往泰国美索医院 在路上又三人死亡 我们分享的第三个 十该省的蒙愿市枪屋路上 11月1日 军方的卡车遭地方游击队的地雷 三人被炸死 七人受伤 我们分享的第四个 11月2日 昨天的部分交战信息 克伦邦战事 军方八人被打死 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出入 我们分享的第五个 十该省的水波地区战事 军方五人被打死 我们分享的第六个 在伯姑市的大亚瓦地区的伪军头目 是有转业的军人 他下午4点20分被PDF秘密处决 我们分享的第七个 克伦邦的高加利地区 军方二人被远程狙击手 击毙 我们分享的第八个 昨天十该省的蒙愿地区 下午4点 三辆装甲车 遭遇五个地雷 装甲车损坏 死伤不响 随后军人进行了各类的炮击 有路人被伤到 晚上11点 蒙愿军方又有三辆车前往去扫雷 又被袭击 死伤众多 目前各战役统计51人被打死 我们分享的第九个 十该市的唐色乡 恐怖的军队 编号为第361和369的军队 有200多人 纵火焚烧了55座房屋 和抢夺了大量的金银贵重物品 当地的一位军民说到 这是他们第二次焚烧 第一次焚烧了19间 两次加起来烧了74间房屋 这些家伙还把寺院搞得一团糟 他们看到人就会杀人 就会放火 所以居民都在逃离战争 这就是对自己的人民的下手 我们分享的第十个 昨天晚上6点50分左右 仰光的26条路 被三个歹徒抢劫 我的视频有分享 他拿那个钥匙 还是一辆 丰田的汽车 这都是军人做的坏事 释放了5万在监狱里出来的人 你说他这自己的国家 他这么做为了什么呢 让这个国家越来越乱 以暴自暴了 昨晚仰光市区 也发生了多起爆炸 我们分享的第十一个 马归市的军用机场的入口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有纸伤 具体不详 以上就是缅甸战矿的第三十集的 今天的第一次分享 感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